老可爱把手指放进一百度的油锅里一顿猛炸 拿出来刚好五分熟 接着再小心翼翼用步 将手指包了起来 然后静待手指再次重生 而她的妹妹却茶里茶气 一边用樱桃小嘴含住手指 一边疑惑姐姐的做法 经过一个粥的发酵 老可爱虔诚地取下纱布 没想到手指却变成了老腊肉 这一幕让她哭得撕心裂肺 妹妹见状上前安抚 陡然间她发现妹妹的手指光滑细腻 老可爱拉起妹妹的手指 就晒出了门缝 原来外面有一个喜欢搞颜色的男人 他捧起手指就一把吻了上去 还不断往外转 企图得到更多 原来这个男人是一个国王 那天刚起床 就听到一阵美妙的歌声 国王顺着歌声看过去 发现了一个曼妙的声音 国王通过惊艳判断 对方一定美若天仙 想到这里国王立马回到房间 拿出压箱底的珠宝首饰 让侍卫送去当作定情信物 但屋里的人十分神秘 将大门紧闭 只赚出了一个收礼物的水桶 侍卫只能将珠宝放入桶里递进去 女人们拿到礼物十分高兴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可她们却拥有如同少女般的嗓音 她们戴上项链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喜爱之情易于言表 国王这份特别的爱 让姐妹俩膨胀了起来 到了晚上 风骚的国王突然到访 倾诉着自己心中的爱意 对着屋里说 只要开门让她进去 下一任王后就是你了 妹妹想上前解释这个误会 却被姐姐捂住了嘴 单身这么多年 这对她来说是个脱单的好机会 于是姐姐用温柔美妙的声音说 国王在门外迫不及待地问他 哪一部分呢 姐姐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这句话让国王更是好奇 于是非常兴奋地答应了下来 屋内的姐妹俩便开始想办法 她们要用最短的时间 让手指变得细腻光滑 可经过老可爱的骚操作 手指越来越像老腊肉 可妹妹就不同了 她24小时不间断地含手指 现在她的手指就如同婴儿般嫩滑 就在这时国王又过来了 老可爱硬拉着妹妹的手伸了出去 这个国王喜欢搞颜色 整个国家的少女都沦陷在她的脚下 多年的情感经历 让她练就了只要听到对方声音 就知道对方美不美的技能 这天起床她听到一段美妙的歌声 可这次却马是前提 因为歌声的主人已经黏过半板了 晚上国王按捺不住激动找了过来 姐姐只能拉起妹妹的手指伸了出去 国王看到光滑细腻的手指 惑不及待亲了又亲 妹妹在里面也是一脸的享受 这一操作让国王更加确信里面 一定是个绝世美女 提出了共度春宵的请求 姐姐听完后十分欣喜 可又担心自己被识破 于是她提出要求 希望国王和自己玩游戏时 将灯光全部熄灭 因为自己喜欢神秘的感觉 国王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妹妹非常担心事情败露 可姐姐却已经开始 幻想爱情的美好 很快就到了约会这天 为了骗过国王 姐姐让妹妹用胶水 把松弛的皮肤粘了起来 然后裹着披风就出门了 国王也遵守约定 让侍卫将蜡烛全部熄灭 就这样 两人度过了美好的一夜 半夜国王好奇 拿来了一盏蜡烛 想看看美女究竟有多美 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彻底把国王吓呆了 苍老的容貌赤裸裸地暴露在国王面前 想到昨天晚上 国王一阵恶心袭来 强忍住恶心喊来卫兵 命令他们将床上的女人扔出窗外 好在老可爱的命格够硬 好巧不巧挂在树枝上挽回一命 就在此时 一个女巫婆散步经过这里 嘴中还不断嘲笑老可爱的荒唐行径 只见巫婆棍子一挥 老可爱就落到了地上 看着受到情伤的妇人 巫婆将她抱进怀里 直接为了两口乳酸菌 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老可爱一瞬间变成了迷人的小可爱 而这时恰逢国王外出打猎 可真是缘分天注定 这个国王怎么也想不到 昨天晚上和自己玩游戏的人 居然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可爱 国王强忍恶心 叫人将她扔下了楼 随后为了缓解心情 国王来到树林里打猎 却意外看到一个爵士美女躺在草地上 喜欢搞颜色的国王看到此情此景 哈辣子都快流了出来 但她并不知道这个小可爱 就是早上她扔下楼的老妇人 于是国王开心地将小可爱带回了王宫 并让她成为了自己的王后 老可爱成为王后小可爱后 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妹妹 她派世卫送去了华丽的服饰 希望妹妹也能参加自己的婚礼 来到王宫的妹妹四处打量 她的出现似乎和这里格格不入 不断地四处张望 却还是没有发现姐姐的身影 突然小可爱将妹妹拉到一边 说自己就是她的姐姐 妹妹抚摸起她年轻的脸庞 看着这细腻的肌肤 心里除了羡慕还有嫉妒 一直追问姐姐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小可爱却说自己也不知道 但承诺妹妹以后会好好照顾她 然后就去到舞池中央 继续完成婚礼 而妹妹此时却像得孩子般 舞会结束后也不愿意离开王宫 小可爱害怕事情败露 催促她赶快回家 但妹妹依旧不肯放弃 非要小可爱说出她的变美秘诀 面对妹妹的不依不饶 小可爱情急之下应付地说 可妹妹却把这话当了真 大街开始找人帮她脱皮 对方觉得妹妹不是傻了就是疯了 根本就没有人理会她 随后她找到村里的屠夫书 并拆下了礼服上所有的宝石 请求对方帮自己脱皮 屠夫书用嘴验证了一番 确定妹妹没有骗人 于是接下了这桩生意 屠夫书把妹妹带到深山老林之中 妹妹被绑在树干上 眼神中露出了满满的期待 屠夫书把刀抹好后 随即就用她精湛的刀弓 把妹妹的皮扒了下来 一声凄厉地叫喊声 穿透了整个山路 脱去皮肤的妹妹并没有变年轻 反而最后因为失血过多 死在了去王宫的路上 而这时 小可爱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她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逐步老化 为了给国王留下美好的印象 她转身哭泣离开了城堡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天来自电影 故事的故事中的一段 这是一个用爱控制的故事 姐姐对国王的控制 明知道自己不是国王的财 却敢鸭子上架 明知道自己棉老色衰却不放弃 她对国王的迷恋超越自私 更近乎于病态 她的世界只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国王不喜欢我 而她的前台词是 国王应该喜欢我呀 同样 天真妹妹的思路和姐姐一样 她容不得自己被忽视 容不得和姐姐分开一分一秒 她对姐姐的爱也形成控制 终于让姐姐受不了 而赶她出城堡 你是我的 你就是我的 这是控制之爱的思维逻辑 荒诞离奇低歌特视童话 关乎于欲望的故事 猎奇而重口 情节引人入胜 观赏性很强 这部电影还有另一个小故事 大家喜欢的话 下次可以继续解说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老夫人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